有脑癌吗?就是没有嘛 当然他不是用这么简单一句话就缓博这个留言 但是有一串就是科学的讨论 那一样吧,我贴这科学的讨论没有人要看 所以我必须用这张图让大家觉得有趣 然后才会深入去了解 那另外的图是像一些懒人包,大家也还看 因为他们时间有限,然后讯息太多 所以呢,像我后来就是学国外 这不是我的创举,这是学国外粉丝团的操作 那他们就是这样,比如说有些科学粉丝团 他就会写什么Top 5 this week之类 那他就是把本周最热门的几篇文章 就整理成一张图,然后在假日的时候贴出来 那这时候其实我一直在思考 就是怎么去经营假日的社群 因为假日的使用者可能会跟平日很不一样 那可能假日来讲的话 那这群使用者就是他偶尔上上网 然后来了解一下资讯 所以你没办法就是把这个 一个礼拜所有的资讯告诉他 那你只好就是帮他整理好 然后让他们知道 所以说这个懒人包在礼拜六就非常的热门 就是我刚刚讲说你只要看这个 这是编辑挑出来本周老关心的六件事 好,那因为我们的文章没有那么多 然后我也不敢说就是有些文章其实没有热到 我觉得应该要推给大家知道 所以后来我们有跟中央社合作 就是中央社有一些国外最新的科学发展 那因为中央社就是 毕竟它是综合性媒体 所以其实大家比较关心的还是就是社会事件啊 然后国际新闻啊,或者是政治 那所以科学在他们站上就很少人有兴趣 可是呢,他的内容到我们这边都很多人关注 所以我们想说那我们就互呼 他提供国外的最新科学发展 然后我就做了这张图 前四个新闻是他们的 然后后面两个是我们的 那这样贴给读者 读者就是可以很快来知道说最近有什么新的事情 那这个就蛮红的 那后来有另外一个科学本事团 他也学我们这做嘛 可是呢,我觉得就是没有这么的精致 因为他们第一个他们比较贪心 所以他们挑了十个新闻 然后呢,他排法就是从头排到尾 然后就这样排下来,然后就变很长 那如果有就是在Facebook上面仔细关心的话 仔细留意的话,你会发现说 其实方的图在Facebook上面的讯息可以一次就把它看完 它不会被剪掉 好,那如果做很长的话 大家就不知道其他七八九是什么新闻 对,然后而且就是他这样排其实也比较Friendly 就是因为大家会希望说一个眼睛看过去 就把所有自己看完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些使用者流程应该要注意的事情 那再来就是后来我还有一个单元叫历史上的今天 就是说其实科学发展就是从已经到现在就每天都有不同的事情 比如说,当然是不同年 像说假设五月十三号是 什么? 有一个1902年的诺贝尔奖合作 因为他是研究Near级然后才得奖 那他在那一天生日 所以我就五月十三号就介绍他 那有时候不是生日 比如说像哈佛他升空的那一天 然后或者是第一通行动电话 就是是哪一天打出去的 反正有时候是有一些比较有趣的 然后像这个我忘记的是 那还有像那个DNA结构 就是在那个DNA上面发表的那一天 对,反正就是有很多历史上的今天 那这个其实我是学 从那个Google那边的道理感 就是Google他每天那个丢动都会换 就是比如说像 今天是什么二十四万块 我们今天在昨天 那昨天 反正就是他每天都有不一样的主题 那都是历史上的事件 那这个效应就是说 Google他一天就推一件事 然后他一早就推 他甚至其实是你过十二点他就出现 所以那一天大家很重要的话题 就是Google今天上面推什么事情 那大家会觉得又多一件知识可以知道 所以他们很愿意去的这件事情 那我们在操作就是这个历史上的今天 然后大家回想起来不错 然后我觉得这个好处是说 这个操作模式 其实对其他社群来讲也可以比照办理 比如说你是谈社会的新闻 像最近那个几个社运版 他们也都在做这件事 就是说什么 五月二十号有哪一场暴动 然后他背后原因是什么 然后五月十三号好像是排华吧 然后还有之前四月是什么 无坑瓜牛 反正他们之间他就会整理 就是过去跟社运有关的运动的事件 然后也做成历史上的今天来推出 那我觉得就是 如果其他粉丝团要比照办理 我觉得就还蛮欢迎 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大家就可以知道说 这一天然后不同领域然后发生什么事情 我觉得还蛮欢迎 那刚才讲的很多都是在网络上发生的事情 就是我们怎么经营这个线上的社群 可是其实在网络行销上面 其实我们会谈一个东西叫O2O 大概是两年前国内还蛮同的一件事情 那O2O就是说online to offline 就是说你要怎么把线上的影响力 或是线上的客群 然后导到线下也可以变成有 一样的这个社群的经营 那如果你是商务型的网站的话 O2O就是可能是你在线上的商城 然后怎么到你实体的通路也可以做点解 那如果以我们内容性的网站来讲的话 我们会谈的是说我们这群读者 他是不是在线下也可以一样关心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开始办很多讲座 那这些讲座一开始我会觉得很烦 因为我这个人是比较宅 我就喜欢说所有事情能尽量在键盘前面解决 尽量在键盘前面解决 就不要老实动众 但我后来开始就是每个月 我们至少每个月会办一场讲座 那我开始办的时候我会发现一些有趣的事 就是说你办想做你可以过滤出真的很忠实的读者 因为他除了在网络上关心你的讯息 因为他一定要在网络上关心你的讯息 他才会收到你的消息 然后呢他收到之后他又愿意 就是实际行动出席你的活动 所以显然他对你是非常 这个社群的品牌跟这个社群是非常有相信力的 那我觉得这就非常重要 你可能以后就是你可以多请教他说 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那这一群他可能会反映出 其他忠实读者也会感兴趣的东西 好那还有另外像是说 我们有时候会跟其他单位合作 所以我们会触及到一些 他平常可能没有在看网路 或者是比较少用网路的人 他会去参加你的活动 那你就会想说怎么样的可以扩大影响力 让就是更多你原本的网路上无法触及的人 他也可以关心你的这个品牌 好那再前回来讲一些线上 就是因为我们每个月都会办活动 然后在Facebook上面就像我刚才讲的 就是图像非常重要 所以呢我每个活动都会帮他做一张 就是精美的宣传图 那这个图片就是我有些技巧可以快速的生成 不过这是另外一件事 那因为我们一个月大概都至少可能到两三场 现在就是有这么多活动 然后我每张图又有这样的要求 所以我有一些就是快速生成 那我每个月就是累积了还蛮多 就是这样以上 然后就比照皇莱坞的那个叫什么海报 就是电影海报合适去设计 那这些在网路上就是他跟其他的讯息并排在 除非他动态墙上面 他就会变得比较细维 因为他就会跟其他活动不太一样 好那除了自己做图之外 其实我还会去找一些就是 让人家有视觉冲击的图片 然后呢他一样 他是要包装一些比较严肃的液体 比如说像这个的话就是沙尘暴 那我如果只是讲说我这个沙尘暴 然后沙漠化很重要大家要注意 虽然说这样会有注意 可是不够好 所以呢我喜欢变化球 就是我一开始在贴吻之后 我就跟大家讲说 哇好大的咖啡辣花 然后因为我们这一群人很多人是有喝咖啡的 所以他就知道我在讲什么 但是呢他一看就是他会觉得很有趣的联想 可是你之后再跟他讲说 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沙尘暴 然后他就会觉得很震惊 就是哇怎么沙尘暴可以那么可怕 那你接下来你再推一些就是沙漠化 然后环保相关的液体 他们就会很关心 那另外像这个的话就是飞禽诉求 这个是海洋垃圾的飞液体 然后我们就找一个鱼 然后他非常said的表情 然后他住在鱼罐里面 那这时候你不用需要 你不需要讲太多的字 然后他们就自己会看不说故事 然后自己去联想 他这有多可怜啊 海洋垃圾有多少 然后接下来他们就会产生同情心 然后你再推一些海洋垃圾相关的科学 他们就有兴趣 然后像这个也是 就是一个创作 就是那个浮世慧 好像叫什么十三井 然后他是一个名著 那不一样的就是说 这是一个学生他毕业作品 他用垃圾去拼成这一笔子画 那大家就是看过这个 所以他很快就会跟原本的年纪 那因为他是用新的手法来呈现 所以对大家来讲 会觉得耳目一新 那大家也会因为这张图 然后去了解你要推的那个 我也是谁 好 那过去很多人就会问我说 你网路上找的图随便这样用好吗 然后因为像很明显的嘛 前阵的蔡正远才被人家告 就是说他随便找一张风暴的图 然后就拿来做宣传 然后那个摄影师来找上他 这样蛮穷 那我们会尽量避免这种争议 因为毕竟我们自己也是产生内容的人 所以我们会很关心就是著作主持人 这种事情 那当然不是所有的摄影师都这么想起 也有大部分的摄影师 他是很愿意分享他自己的作品 那当然他愿意分享 他不希望大家都来问他说 这个我可不可以用 那个我可不可以用 所以呢后来就有一些授权的格式 是他只要有这个授权 然后你不用问 你就可以拿去用 对那那个最知名的应该叫CC冲用授权 好 那怎么找到这些图呢 其实大家可以去找这个文章 就是这边就是在讲那个 十个找免费好图的网站 他是我写的一则网字 因为太多人问了 所以我看这整理给大家知道 那这一面就可以找到很多就是 你可以免费使用 然后他图片又有很精美的一些管道 好 那刚才讲的好图 其实他有一种好图呢 就叫做正媒 那正媒呢 在任何的管道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宣传模式 那包括虽然说半科学是一个非常震惊 在讨论科学的内容 可是呢 正媒体在上面还是有效 这个是一个人之常情 所以就不用会谈 比如说像这样 呃 这位清秀的女生呢 她是台大寿衣系大山的学生 然后呢 她就是有一些她 呃 学习或者是她的经历 很值得大家认识 然后或者是她是一个科学学 那但是 呃 这样贴出来 我不能对她的外调品 投论出来 因为其实我们看科学上面 知识性的读者很多 她可能会说 你这样的物化女性啊 就是主要性别意识高反 所以其实我们也能做 啊 那我的操作是什么呢 我的操作是 我贴这张图 但是我叙述的是她做了什么研究 或者是我邀她来演讲 然后讲的内容是什么 然后剩下呢 我希望讲的 可是我不方便讲的 我就引导读者来讲 那我放这张图 很难不有读者 注意到她的长相 所以底下就是说 啊仙女下榜啊 然后同友 纷纷表示恋爱啊 之类的 就是 人生真好啊 之类的 好那这些事 我本来应该要 拿来吸引大家 注意一点点 可是因为我的身份不适合 所以呢 我就用一个 呃 一个方式 就是 我知道怎么导引大家 讲出这一点 那 当有人讲出来之后 底下就会 超多人就是 就是 纷纷的就是 加入这样 所以这是在 饭魂学上面 操作 正妹牌的方式 那当然你也可以学 就是像 苹果日报 就是很清楚的 跟大家讲说 我这个专栏就是要打正妹 所以他们有那个什么 今日无罪证之类的 那他就是要 吸引大家 点阅 一样的 就是目的一样 可是操作的手法不一样 那就看自己 大家是不是 好 还有像其他 像 这位是我们其中一位读者 然后是我们一个作者的女朋友 要结婚的 好 所以大家不要想太多 好 反正就是我们这个新书发表会 然后他有来 那请读者跟新书发表会的海报合照 也不会过 那虽然说 我没有讲 可是很明显 就是我要打正妹牌 吸引大家来宣传这个活动 好 这是一个 那另外还有就是像说 我们会希望各科研单位 都发一些新闻稿陪我们 那因为就是 有些可能是像科教馆 他们就是有学生出国 然后科展有奖 然后他们就会把新闻稿发给我们 那这是前几天的一个新闻 就是他们在国外 北一女的学生他要得奖 好 那他就是新闻稿 他有付很多照片 那我就挑了启动一张 里面有亮点的照片 好 那我就选了这一张 可是呢 我也没有讲说 诶中间那个女生很可爱 我不能这样讲 对 那我贴出来之后 讲了一下他们 到底有研究措辞 下面就当读者自有发挥 对 那都符合我的预期 会出现一些 该有出现的留言 这样 好